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猛然收回视线 很轻地摇了摇头 我低头盯着脚尖 仔细回忆此刻的时间线 高三的第二次联考 苏静怡转学的第二个月 该认识的他都已经认识 该熟悉也都已经熟悉 距离我和沈清奇第一次发生争执 还有一周 一周后的晚自习他会逃课陪苏静怡去看回合广场的烟花秀 只因为苏静怡心情不好 得知原因的我会猝没疑惑地问他 沈清奇 你看见黑板右下角的高考倒计时了吗 我们自初中开始做同桌 默契强调只要对方一句话就能察觉背后的意思 所以他冷着脸轻笑一声 我读这么多年输 就逃了这么一次课而已 这对我能有什么影响 宋玉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三局两胜 你已经输了一局了 可是他不知道 有些是一旦开始了第一次 第二次就很容易了 至于三局两胜 那是我们从初中开始就喜欢打的赌局 以三次考试为一整局 赢的一方可以向对方提出一个要求 前世的这次 其实我也输了 两次平局后最终以一分之差位居第二 重来一次结果没变 就是我的分数有些惨不忍赌而已 我重新抬头看过去 无比赌定 沈青棋 你不会再有机会赢我了 班主任说的口干舌燥 终于大发慈悲的白白手让我们回教室 刚跨进门槛 就听见一阵小声的议论 有人捧着排名表唉声叹气 老天 我磕了这么久的势均力敌 CP不会要逼了吧 没事 反正我磕的青雷竹马 CP已经逼了 话音刚落 就听见走廊不远处传来几声篮球落地声 我们下意识回头 猝不及防看见一道奇长尽瘦的身影 江禄微微正著 那是他前世今生喜欢了很多很多年的竹马 裴也 他穿着蓝白色的短袖校服 右手插兜 左手转球 额前的碎发被汗尽湿 下颌清晰分明 眉眼深邃锐利 浑身上下散发着这个年纪独有的少年一起和攻击性 是和克制疏离的沈青棋完全不同的类型 麻烦让一让 别挡路 裴也指尖轻点 篮球弹起 然后他随意捞起 夹在腰侧 牧师前方停在我和江禄面前 如果是前世17岁的江禄 大概会坚决不让步地和他针锋相对 说禄又不是你家的 他们一向吵吵闹闹 可现在是八年后的江禄 所以他只是平静地往右移动 半步空出行走空间 压迫性十足的身影终于远离 先前讨论的声音更小声了一点 看吧 逼得很彻底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说 其实还有个原因 一周前裴也因为苏静仪和外校同学打架伤了美股 回去面对父母的关心 只是随口说了句摔跤摔的 江禄没忍住告诉了他父母 是因为打架 虽然没说具体原因 但也让裴也因此被父母严加看管 上学放学强制性接送 事发当天晚上 裴也将江禄送了一支茶杯砸碎在他面前 力气十足的质问 我打架打了这么多年 你都替我瞒着 怎么 就因为这次我是替苏静仪打架 就这么迫不及待告诉我爸妈了 江禄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真是令人恶心又作呕 我想 我会永远记得江禄在我面前落泪的模样 他捂着眼睛哽咽 我是真的很担心他 医生说伤口要是在偏离半分 他那只眼睛就废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 没有说话 个人有个人的道 旁人无法体会对方的感受 也不能有更好的见解 陪伴就是最大的安慰 只有亲身经历过 才知道其中的滋味 就像前世我和江禄一意孤行的经历 也像今生沈清奇和裴也未知的前路 如果是前世 明天晚上江禄就会忍不住低头主动找裴也说话道歉 地上台阶结束冷战 毕竟这么多年来 每次发生矛盾都是这样 重来一次 我偏头看向江禄 他察觉出我的疑问 随手拨了拨额前的碎发 笑得明艳大方又不识风情 一如未来那个坐拥千万粉丝的大明星 粉丝宝宝可是告诉过我的 不能低头 皇冠毁掉 为了尽快弥补遗忘的课程 我开启了两耳不闻窗外室 一头埋进圣贤书的生活 偶尔还会抽空指导指导前来求问的江禄 他一脸愤恨的开口 虽然可能已经来不及 但我还是想试试 不然未来又要在综艺上对抄学生时代的成绩了 我的人生小污点啊 我欲哭无泪 随意瞥了眼右上脚对我折得整整齐齐的诗卷 那将会是我这重来的这一生中 学业路上的最大污点 接水路过的培野 吃小出生 喝都烂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才来努力 是不是有点装不作样了 我画图的手一顿 还没抬头就听见江禄倾笑 有些人愿意一辈子待在垃圾堆里 我可不愿意 我戳戳比肩也笑 是啊 我因失误断牙下跌的成绩都比某些人要好 其实培野的成绩并不差 但也没到金字塔顶尖的部分 前世他凭借足够的分数进入了体校 最终成立一名运动员 甚至江禄在最火时期还和他直接领证官宣 幸好他演技足够好 颜值足够高 也不作妖 加上轻微竹马的关系 硬生生抗住了那段时间流失的无数他和其他男性的CP粉和铺天盖地的谩骂 可惜在大明星语 运动员的CP粉逐渐庞大起来时 培野和苏静怡深夜进入酒店的消息 一路飙升到热搜第一 年少情义最终还是务实人非 面对我的补刀 培野不怒返校 是吗 那怎么越来越不如沈青奇了 我微微一愣 这才发现左侧的位置从晚自习开始就一直是空着的 恍然想起今晚就是沈青奇逃课陪苏静怡去看烟花秀的时间 本来这种事会落在培野身上 但他前段时间被父母严加看管 正在装乖减刑中 所以去的人就成了沈青奇 他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品学优良 扎克老师会以为他请假了 不在意 班主任又会以为他自有安排 不会管 于是逃课这件事就很顺利 至于苏静怡 他以身体原因请假三天了 最后一节晚自习下课零响后 我又在教室停留了半小时 刷完最后一套数学卷 江璐陪我 我一起奋斗 结束后 我们走进静悄悄的楼梯口 然后与回校收拾东西的沈青奇正面相遇 隔着八个台阶 我低头俯视 他抬头仰视 江璐哼了一声 拉着我要从旁边走 却被他脚步微微一动挡住 他问我 宋玉 你不问问我为什么没上自习吗 我朝他玩耳一笑 沈青奇 这是你自己的事 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决定 毕竟犯过一次的错 我绝不容许自己再犯第二次 江璐双手还凶 一脸疑惑 双眼却亮晶晶 是啊 你们只是同桌关系 宋玉为什么要管你 为什么没来上自习啊 同桌 一个纯情中带着无限遐想的词 可以有一万种可能 也可以什么都不是 但比同桌更暧昧的距离其实是前后桌 比如苏静怡和裴也 和他日常找沈青奇问题目拖着下巴听讲解时的安静不同 和裴也的日常就是打的闹闹 最开始是他的发烧闹到后桌睡觉的裴也脸上 裴也不满地用笔勾勒勾勾他的马尾 苏静怡愈发故意将被挺直往后坐 后来裴也开始用笔在他后背写字让他猜 又一次猜错之后 苏静怡回头洋装生气 裴也 你耍赖皮 明明就是茶 财不是图 裴也笑起来 无奈说 好好好 试茶 试茶 我收回视线 余光却看见同样望着他们的沈青奇 他面前的试卷上 一道提写了半节晚自习还没得出答案 江璐曾告诉过我 背后写字这个游戏是诱识双方父母 为了让两人安静下来 故意让他们互相写 谁辨认出的多 谁就可以多得一朵小红花 久而久之 这就成了两人之间独有的游戏 可事实是 换一个人也可以 缠名消失 这个闷热的夏天终于要过去了 但随着高考倒计时 一天比一天少 重大学业压力之下 同学们会在休息透气的空隙 自发开始找乐子 比如从前课我和沈青奇 江璐和裴也的CP 当然 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对此有过解释或生气 自然有说不清的纵容之意 也比如现在他们开始打赌沈青奇和裴也 谁会和苏敬仪在一起 这个赌局形成于一节体育课之后 体育老师临时有事让我们自由活动 有人趁机在户外放松 也有人抓紧时间回班复习 裴也和人打篮球 沈青奇在班级教苏敬仪写题 我和江璐买了瓶酸奶 漫游游往教室走 中途却突然遇到听沈青奇讲完题下来的苏敬仪 他笑颜漫漫和我们打招呼 宋玉 江璐 你们也喜欢芒果味的酸奶吗 我也很喜欢 可惜我对芒果过敏不能喝 喜欢却得不到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哎 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别人 我将手中还没开封的酸奶塞给他 打断道 那你拿着吧 不能喝就闻闻 话音刚落 他举着酸奶还没开口 一只篮球急速飞来 砸碎了我们旁边的消防箱玻璃 当时的情况 我第一反应是拉开江璐 他未来要上镜 不能受伤留疤 下一秒 苏敬仪的惊叫声响起 他的小腿被玻璃划伤 血丝渗了出来 最先冲过来的是裴野 他俯身抱起红了眼的苏敬仪 朝同样受到惊吓的江璐 吼了一声 让开就往医务室跑去 然后沈青奇出现 他眼里似乎是一种夹杂着看透一切的失望 我都看见了 你刚刚明明也有机会拉开他的 为什么偏偏故意让他受伤呢 我将被玻璃划伤的手背在身后 笑着问他 沈青奇 我怎么做 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那之后 班上同学就自发形成了一场赌局 江璐咬着吸管轻笑 随口一说 我赌他们 谁也不会和苏敬仪在一起 没人听见 除了我 但我赞成 因为我见过苏敬仪真正喜欢的人 一个性格酷似培野 长相却和沈青奇十分相像的男生 那人是他转学前的邻居哥哥 长相俊雅 性格嚣张 常年混迹社会的经历 对自由被困于校园的女生 最是具有吸引力 况且 还有因为过于频繁的接触 被父母强制转学形成的叛逆心理 让他对此念念不忘 多次请假 是偷偷去见他 和校外混混纠缠不休是故意引起他的注意 前世高考后 沈青奇和裴也同时对他袒露心意 得到的是他惊讶中带着了然的笑意 我们不一直都是朋友吗 这样不好吗 当朋友比当恋人关系更稳定 不久后他就在朋友圈 官宣了他和那位邻居哥哥的恋情 我记得沈青奇看见两人合照时 沉默地坐了很久 脸上的表情是肉眼可见的 从震惊到苦涩 两张容貌相似的脸无须多言 足以说明一切 而裴也意识到自己是了以慰藉的替身 则是因为烧烤摊前一次偶然的出手相助 对方感激的朗生道谢 兄弟 你这脾气还真 TM向咱们领哥 话落 他们口中的领哥就迈着散漫的步伐出现 右手搂着笑容灿烂的苏静仪 众人称呼她为嫂子 裴也的笑容将在唇边 那之后我们就没再见过苏静仪 只听说她脱了户口本 跑去另一座城市和对方领动结婚 再次得知她的消息是在八年后 那时候我和沈青奇已经在一起 她在无数资源 人脉和平台的支持下 创业成功拥有百亿身价 我在直播后获得正高级职称 并成为高校最年轻的说道 一场精心准备的求婚 被突然出现的苏静仪打断 白月光的杀伤力 低估了男人对年少时 求而不得知人的执念 当家暴流产的标签 出现在受弱不堪的苏静仪身上时 她眼里的疼惜和保护欲几乎藏不住 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失约之后 是她面对我时开始游离的眼神和思绪 在又一次约会中途 她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时 我按下了挂断键 平静地对她说 吃完饭再走吧 就当给我们这段感情 画上一个体面的句号 她顿在原地 有些惊慌地叫了我一声 宋玉 我没理她 慢条斯理地喝完最后一口汤 然后将戒指摘下来放在她面前 沈清奇 下次再见 就不打招呼了 但那天晚上她没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天 培野深夜协议女子进入酒店的词条 飙升至第一 江璐瞬间被推上风口浪尖 意外的是没人能联系上她 直到三天后 她坐车来找我 车后是培野骑着机车追来的身影 江璐疲惫地揉了揉额脚 眼圈发红 那么多次了 终于还是被拍到了 已经给她离婚协议书成全他们了 为什么又不同意呢 我轻轻叹息一声 看了眼不断震动的手机 来电显示是沈清奇 恰逢车身即将到达隧道出口 刺目的光让我下意识 闭眼靠在车后坐 再睁眼 回到了八年前 不同于江璐和培野之间的正面不合 我和沈清奇之间还维持着一丝体面 偶尔被老师叫去一起研究压轴提示 还需要不计恩怨的正常讨论 然后听老师鼓励 你们俩不仅是高考路上的竞争对手 更是并肩同行的合作战友 苦读十多年 终点就在眼前了 可千万不能被任何时影响 我笑意盈盈地点头 前世从未停止学习的好处 就是当我重回高三时 能够迅速捡起埋在记忆深处的课业内容 因而我的成绩回到原有水平后 不会再被轻易影响 受到影响的是沈清奇 联考前一天是她生日 苏静怡在晚自习结束时 送了件礼物给她 是知不算很贵重的手表 有人瞧见起哄笑着说了句 则手表不就是表白之一了 是吗 宋之破手表就造谣人表白了 回应的人是裴也 她极为不满地瞪了眼对方 视线若无其事地 从沈清奇万上的手表划过 大师面前罪记心神不定 我不知道苏静怡的目的 是不是暗暗表白 但沈清奇一定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 因为考试结束后 她的名字罕见地跌下前十 试卷上有多处不知原因没写的空题 而我在通宵奋战后重回第一 这一局 我胜不知怎么 我忽然想起上次赌局结束后 她赢得的那个要求 从前我们叔叔隐隐 每次提的要求也只是普通的 请吃饭或是一套最新模拟试卷 唯独上一次不同 笔尖刷刷落在纸页上 那晚我立起试卷歪着脑袋 悄悄问她有没有想好提什么要求 江璐说学校附近新开了加考额店 味道很不错 我也知道书店新出了最新模拟题 半场没得到回答 我准备再次询问时 突然看见她递过来一张纸条 上面的字迹如她一样 禁售轻书 却历透纸背 这个要求 我保留到高考后再提 我觉得有些好奇 看了她一眼 少年的耳垂直颈侧 莫名红了一大片 我不知道她原本想提的要求是什么 但绝对不会是前世那样 在苏静怡转来的高考后 让我帮忙选了一款女孩子会喜欢的手链 然后拿去对她表白 最后失败 正如这一事 她最终得知苏静怡送的手表也不是表白 而是她口中的 考试前送你 正好可以带着上考场呀 不是能更好地掌握答题时间吗 她无奈又无辜地遣笑 但我没想到 这次你的成绩会下跌 顿了顿 她像是开玩笑般问 沈青旗 你应该不会把原因归结在我送的这只手表上吧 她当然不会 不过这次被全校通报和班主任约谈的对象 成了她和裴野 她是因为成绩不正常下降 裴野是因为参与外校裙架 起因是 她在那起裙架中 看见了苏静怡的身影 混乱不堪的巷子里 少女满脸泪痕地 蹲在一个受伤的男生面前 周围是拿着各种工具 混站在一起的人 恰好那段时间 裴野的壮观手段有了成效 她父母暂停了强制性接送 只让她按时回家 结果她在看见苏静怡后 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进去 直到被人发现报警 两拨人一哄而散 对方一群人在临走前 握着棒球棍指立一圈 围手的黄毛利气十足说 周琳 老子不会放过你们的 裴野擦擦嘴角的血 走到苏静怡身边 问她有没有受伤 她摇摇头 解释说 恰好遇见 一直很照顾她的邻居哥哥 被人欺负 三天后 裴野就被学校发现 参与群架 班主任将她和沈清奇 叫到走廊苦口婆心的劝道 失误一次没事 高考可千万不能失误 沈清奇啊 老师一向都放心你 这次就不做数 别影响心态 只要你稳住 完全可以冲一冲 今年的高考状元 沈清奇低谋不渝 倒是一旁斜斜 靠着墙壁的裴野 吸皮笑脸道 那我这次也不做数了呗 我也不会被影响心态的 高考一定好好发挥 班主任板着脸 扭住他耳朵 在他夸张的大呼小叫声中训斥 你个臭小子 还以为你改邪归正了 好的不学和人学打架 校内的打完 和校外的打 再这样下去 是不是得上天了 马上就高考了 你能不能收收心 裴野边揉耳朵边反驳 那他们欺负咱学校同学 我看见了 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万一他出了什么事 岂不是更影响学校名誉 他说的头头是道 沈清奇始终沉默 最终班主任在他 撒泼打滚的要求下 答应了不叫家长 然后甩手离开 苏静怡当即出现 红桌眼道谢 恰逢一群男生 打得闹闹经过 有人不小心撞到裴野 他轻轻捂住 腰抽了口冷气 闻声 苏静怡毫不犹豫 先带他校服下摆 露出禁兽的侧腰 上面是一片青子的伤痕 那场裙架中 双方都没有占到便宜 唯独裴野刻意避免了 脸被挨打 受伤的都是衣服盖住的地方 苏静怡担忧的说 要带他去医务室 完全忽视了一旁 站着没动的沈清奇 裴野心情愉悦 很是乖顺的答应 我和江露吸着酸奶 和他们擦肩而过 裴野突然开口 江露 他咬着吸管疑惑偏头 瞥了眼裴野腰间 没有整理好的衣服 恍然大悟 笑眼弯弯荡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默然沉默一瞬 他更别得到解读 心要四方 隐没人海 江露眼里的笑意退去 眉心微醋 裴野吃笑出声 不屑一顾 赌约随着高考的逼近 进入尾声 有人断定毕业后 苏静怡一定会选择裴野 然后开始分析 两人如何般配 幼野又帅的笑霸 和幼田又美的转学生 是校园故事中的经典组合 就连为他打架 陪他打闹 都是必备的情节 我偏头看向 单手支着脑袋 卧比在试题上勾画的江露 大概是泰国轻而易举 得到的喜欢 从来不会被珍惜 又或是今年累月的相处 掩盖了波澜起伏的心动 所以裴野的目光 渐渐转移到了终目不透 又极具新鲜感的苏静怡身上 当然 也有人认为 清冷帅气的笑霸 和明媚可爱的转学生组合 也很常见 比如沈清奇 老实说 我其实不知道 沈清奇是怎么喜欢上苏静怡的 毕竟最初的时候 他甚至嫌弃给他讲题 很麻烦 对此苏静怡毫不在意 不同于我每次和他讨论完题后 平静的相识一笑 他对讲完题的沈清奇 说的永远是 哇 大神就是厉害 沈清奇 你好聪明啊 久而久之 他开始习惯给苏静怡讲题 后来有次晚自习 突然出现短暂的停电 黑暗中我听见一声惊呼和闷哼 几秒钟后 我在重新恢复光明的教室里 看见苏静怡摔倒在了沈清奇身上 有人帮忙扶起他们 苏静怡低头咬唇红着脸道歉 沈清奇不自然的摸了摸脸 我继续去杰老师发的压轴题 余光瞥见沈清奇的笔尖 在原地顿了许久 直到我彻底解完所有题 发现他写下的步骤全乱了 答案自然也不会对 当然 抛开单纯的喜欢 对于游走在两个男生之间的一个女生 很难说他们之间没有争夺 同一个目标对象的胜负欲 然而 在这场兼具竞争性的追逐中 率先出局的人 其实是裴也 当初裙架中另一方离开时 曾放话 不会放过周琳 但他们找上的 却是帮着苏静怡的陪也 消息传到班上来的的时候 陪也已经被送进医院 那天雨下得很大 掩盖了一切声音 他被人打折了一条腿 伤势严重到无法继续备考复习 班上曾被陪也帮助过 拎水搬桌子的同学 提议去医院看吗 苏静怡也去了 回来之后所有人都改变了 他可能会选择陪也的看法 听说是陪也母亲 得知了先前裙架的事 在医院里指责苏静怡 得到是他无辜又纯粮的回应 阿姨 是您儿子他主动凑上来的 这怎么能怪我 打断他腿的也不是我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作为同学好心来看吗 却还要被您责怪 有您这么不讲道理的吗 有人问陪也的反应 在场的人说他 只是沉默地靠在病床上 什么也没说 毕竟事实就是无法反驳 江露去看了陪也 是在高考前不久 他是被父母带去的 当时陪也刚从手术麻醉中醒来 迷迷糊糊看见江露坐在床边 专心制制削苹果的身影 沙哑着嗓音开口 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梦里你成了一个闪闪发亮的大明星 却在最火的时候 直接与人领政官宣 哦 不问问那个人是谁吗 江露抬头浅笑 陪也 总归那个人不会是你 话落 在陪也苍白荒惯的脸色中 江露将削好的完整苹果 放在干净的盘子里 起身说 其实削完皮的苹果一点也不好 氧化太快 新鲜感很快就没有了 他削苹果不断皮 这项技能还是因为陪也学会的 从前他打架受伤 在家休养时 江露为了能陪他多一点时间 就喜欢削苹果 为了不断皮 就要削得很慢很慢 久而久之就拥有了 这项毫无用处的技能 以后 他大概再也不会削苹果了 因为陪也的离开 班上同学开始默认 沈清奇和苏静怡以后会在一起 每到休息的时候 都能看见他在给苏静怡讲题 于是 即使我们是距离最近的同桌 很长一段时间 也没有可以好好说话的机会 江露听完我 给他讲解完的题目后 瞥了眼 还在反反复复讲同一道题的沈清奇 暗暗扎舌 这道题他都讲多少遍了 真是宁愿认为 自己没讲明白 也不怀疑对方没在听 我顿住笔尖 看向双手拖着下巴的苏静怡 想起前几天经过网巴时 看见他红着眼圈的场景 那时面前站着的是 本该如前世一样 躺在医院里的周林 两人像是在吵架 最后苏静怡哭着离开 然后他开始和沈清奇 一起进出学校 而我和沈清奇的最后一次交谈 是在三局两胜中的 最后一场联考结束 毫无意外 我赢了 高考前夕的教室空无一人 我和沈清奇并肩站在走廊 看向夕阳下的操场 有光流转在我们身上 他目视前方 问我 说吧 你的要求 跑道上是穿着校服奔跑的少年少女 我偏头 看向他的侧脸 沈清奇 还记得你说 要保留到高考后再提的要求吗 他回望过来 点头 我弯唇浅笑 我的要求很简单 永远别说出你保留的那个要求 他低没看我 眼神复杂 下一秒 苏静怡突然出现 软声叫他 沈清奇 我有道题不会写 你教教我 我看着他的背影 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这一世的轨迹 其实已经发生变化 我不知道 这次他保留到高考后的要求会是什么 但无论是什么 我都不想再听见了 那时候也有赌的成分 因为在那之前的一个周末下午 有人在学校广播站播放了手 匆匆那年 掀起一股讨论剧情的风潮 说起男主为女主放弃的那道13分大提示 大家都在一本正经的 怀疑他本来就不会写 我听见苏静怡期待的问沈清奇 就算那是他为自己不会做的理由 但这个理由本身也足够浪漫不是吗 如果是你 沈清奇 你会为了喜欢的人这么做吗 他垂谋沉默 苏静怡的成绩并不算差 但在高考中 一分的差距就是千人的距离 说实话 我还真的挺害怕 他会在冲动之下气体不写的 所以抱着1%的希望提出那个要求 好在他实现了 重来一次 匆匆那年再次想起 我才意识到他没有空题 似乎不是因为我 因为这一事没有我的要求 他依旧认真写完了每一题 并获得与前世相同的成绩 遗憾的是 他用分数证明了实力 却用志愿给出了浪漫 得知沈清奇修改了志愿 是在毕业区会上 我正在一边接受同学的祝贺 一边安慰爱声叹气的江露 除了没能参加高考的陪业 所有人的成绩都没有发生变化 我依旧是高考状元 比沈清奇胜出一分 江露捧着和前世如出一辙的分数 哭丧着脸凑过来 真是忙忙碌碌一场空 还以为能靠重生密习呢 我无奈倾笑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复读生岂不是人均倾北了 八年没碰书 一来就高三 能保住前世分数已经很厉害了 刚说完就听见一阵起哄声 大家在调侃沈清奇和苏静怡 脱离学生的身份 所有人都开始肆无忌惮地 用暧昧的眼神看向两人 有人笑嘻嘻朝他们举杯 我是该助二位前程私锦呢 还是助二位洗劫良缘呢 苏静怡红着脸低头 让大家别乱说 沈清奇微微一正 有人反应过来提醒他 对对对 还没正式表白呢 当然不能这么说 沈清奇 别发呆了 人都这么说了 赶快上了 高考完的学生有无限热情 现场的氛围瞬间到达高潮 两人被迅速围在中间 我和江璐退到人群外围 却依旧能听见沈清奇温润的嗓音 听说毕大有新生入学挑战赛 情侣参加获胜率更高 苏静怡同学 要一起参加吗 众人一愣 随即爆发出一声声惊呼 江璐也没忍住惊讶 他的意思是用稳去A大的分数 降级填了毕大的志愿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见砰的一声 包厂门被人大力踹开 一群人出现在包厢外 为首的是周琳 苏静怡的邻居哥哥 那个和沈清奇长得很像的男人 所有人都一愣 班长走出来问他们要干什么 周琳叼锒铛的夹着烟 看向苏静怡 听说有人要表白老子女朋友 老子来看看 谁那么不长眼敢抢老子女朋友 苏静怡哼了声撇过脸 谁是你女朋友 周琳笑着回头问他兄弟们 你们说谁是我女朋友 他们一口同声 苏静怡 而后又纷纷叫 嫂子好 周琳谈了谭烟灰 单手插兜 我都说了 那天是她喝醉了 不小心亲上来的 苏静怡 我承认 我现在很嫉妒 别生气了好不好 周围一阵抽气声 苏静怡本着小脸 从沈清奇旁边走向周琳 然后轻轻踹了她一脚 转身羞涩地对大家说 抱歉啊 让你们误会了 这才是我男朋友 江露靠着我的肩小声嘀咕 一个人的错觉 可以说是误会 一群人的错觉 真的只是误会吗 那个谁是被当工具人了吧 表白戛然而止 真情潦草收场 沈清奇的脸色 一寸寸白了下去 我忽然觉得很没意思 错开她慌张看过来的目光 拉着江露离开 重来一次的感情发展 似乎只有苏静怡的没变 她依旧是瞒着父母 偷走户口本 与周琳去了另一座城市领证 那个夏天之后 我们奔向五福四海 再见面 是在八年后的校友会 江露和前世一样 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因为档期原因 没法按时出席 但她以个人名义 向母校捐赠千万资金 支持母校发展建设 作为庆祝母校的百年生辰贺礼 然后关于她的采访视频 被播放在大屏 记者言语犀利地问 网友们都在嘲笑您 中学时代的成绩 对此您有什么回应呢 江露轻松一笑 底气十足地看向镜头 我最好的朋友 曾对我说过 总要允许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的天赋不在学习上 不过重要的是 无论你的天赋是什么 堕落太久 都是会被上天收走的 比如沈清奇 再次听见这个名字 恍若隔世 班主任痛心疾首地对我叹气 如果当初我再注意一点 可能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你说这孩子 平时也看不出来这么冲动 听说他当年因为表白失败 又错过A大的事 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有一年冬天 他出了场车祸 醒来后突然重新振作起来 拉着同学要创业 可惜成功太具有偶然性 在其中任何一个因素 发生偏差的情况下 都不一定能复刻成功 更何况这次除了他本人 所有因素都变了 所以这一次 他的创业之路步步受阻 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 他被打击的 彻底没了往日的自信与锐气 为了生活 不得不放下骄傲和无数 曾经不如他的竞争对手 去抢一个工作机会 我想起A大毕业那天 收到一条消息 原来行差一步 就再也走不到终点了 来自陌生号码 我没回复 校友会说白了 还是修罗厂和名利厂 不看往日的辉煌 只看今日的成就 所以没能看见培野和沈清奇 我并不觉得意外 意外的是 听见有人讨论 为爱修改志愿的沈清奇 他们很是羡慕到 听说过当年 降级报志愿的沈学长吗 真是太酷了 这是能吹一辈子的程度 是啊是啊 考得好还纯爱 牛逼 我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那群校服少年 温和的笑笑 同学 前途和爱情从来就不冲突 如果真的喜欢 就更不应该放弃前程 而是该紧紧抓住机会 毕竟 你得优秀到未来 可以打败任何一个 可能会和你争抢他的竞争对手 不是吗 走出学校 我看见沉寂已久的群聊 重新活跃起来 有人提议 趁机举办一次同学聚会 大家纷纷表示同意 很巧合 地点就是当初毕业聚会的包厢 恰逢江璐结束完新剧的宣传 也即使赶了回来 作为海报铺满全城的大明星 他一出现 就成为全场的焦点 有人向他要签名照 也有人想要合影 江璐都笑着一一满足 直到姗姗来迟的裴野 对他说了句 好久不见 八年的时间 是挺久了 事实上 江璐的父母一直没搬家 只不过自高考后 他在机缘巧合下进入娱乐圈 一夜爆红后 工作太满 没时间回来 偶尔回家看望父母 也会匆匆离开 所以这么多年来 都没再见过裴野 倒是他在父母那里 听说过裴野的情况 当年出院后复读 却没能再进入目标院校 因为驳腿的原因 毕业后找工作备受歧视 最终只能回老家 随意找了份 可以维持生存的工作 我想起前世 他在赛场上的身影 虽然不如江璐那样 万众瞩目 但也是备受尊重的 如今两人的距离 似乎连纠缠的机会 都不会再有 就算是见面 也是相对无言 事实也的确如此 这次江璐回来 就是要将父母接走 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回来 听闻此事 众人惊讶问 那意思就是说 以后都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回答的人是裴野 他一口引进杯中酒吃笑 怎么会见不到呢 明明全世界都是他的身影啊 江璐笑着没再说话 我想 如果不出意外 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的结局了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渐行渐远的 没有跌宕起伏的拉扯 也没有认认真真的告别 有的只是默然回首 发现真正的分离 其实仅仅开始于很多年前 一个寻常的转身 有人看热闹 不嫌是大笑嘻嘻开口 说起来 我们当年还以为你们俩会在一起呢 青梅竹马的 CP谁不磕啊 可惜后来 转来一个苏静怡 说到这里 大家忽然发现苏静怡没来 我喝水的手微炖 在记忆里 翻着与这个名字相关的事件 记忆最深的 却是那年他转学过来 在陌生环境中的局促不安 与小心翼翼 就连不会做的 皮也不敢去问老师 只是捏着试卷 在傍晚的教室 偷偷抹眼泪 我回头看见 走过去递了张纸巾 有好开口 别难过 多恋恋就会了 以后有不会的 你来问我 我教你 后来有人匆匆跑来说 江牧在篮球场被球砸晕了 我下意识停笔 喊了声沉默内敛 一向不惜与人交谈的同桌 结婚 一毕业就当了家庭主妇 结果那个男的本性暴露 不仅出轨还家暴 更重要的是 有手好闲不工作 前段时间他还流产了 和他前世的结局相同 话说到这里 提到沈清奇是不可避免的了 因为苏静怡 在痛苦无助之下 的确去找过他 可他也只是冷冷说了句 同学一场又怎样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放下水杯 在一片唏嘘声中 偏头去看那个自始之中 只沉默坐在角落的男人 一如当年初中入学 进班后自选座位 我一眼看 像那个安静 坐在靠窗位置的男生 相较于江陆和培也之间 羁绊更深的青梅竹马情分 和父母邻居友谊 我和沈清奇之间的同桌关系 实在有些浅薄 就连曾经大家口中的 势均力敌CP 在他对苏静怡表白之后 都不再被提及 人人都以为是他们的自娱自乐 没人知道 我真的喜欢过沈清奇 喜欢到前世 一次又一次容忍他 为了苏静怡丢下我 相信他一句又一句 漏洞百出的理由 久过三旬 我去露台吹风醒神 沈清奇就是这时候 走到我身边的 我偏头看向那张 和前世八年后 一模一样的脸 似乎除了缺少了 那份巨傲与自信 什么也没变 一直没机会见面 他说恭喜啊 梦想成真 初中的时候 有一次大家讨论起梦想 我坚定不移告诉他们 我以后要当那种 很厉害的老师 可以教书 也可以研究出 新的知识内容 沈清奇在思索后 一本正经说 那我就当有钱人 让你有足够多的钱 去研究 后来我们都实现梦想 他也的确大方至极的 给我研究的 课题项目投资 那时候我笑着问他 不害怕投资失败 血本无归吗 他懒着我也笑 不怕 只要你喜欢我 就永远不算败 回忆与现实交错 我将被风吹乱的发丝 勾到耳后 大大方方的 对他说了句谢谢 他仔细看着我的眉眼 沉默一顺 忽然说 说来有些可笑 那年我车祸 差点死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好像进入了 另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我们进入 同一所大学后在一起 你和这辈子一样 成为硕道 我也创业成功 拥有百亿身家 我还对你求婚了 我们 是吗 是挺可笑的 我出声打断 没让他再继续说下去 他色然一笑 神情黯然下去 在我侧身欲走时又问 宋玉 如果当年我没有改志愿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在一起 没有 我毫不犹豫回答 他还想说什么 被包厢内骤然响起的 一阵欢呼声打断 寻声望去 我看见了包厢门被打开 不同于当年出现了一群 气势汹汹的男生 这次 门外站着一位长相英俊 气质温雅的男人 那是我研究的 最新课题项目的投资人 他站在门口里冒道 听说宋玉老师 在这里参加同学聚会 作为他新课题的投资方 今天全场费用 我也一并投资了 祝大家玩得开心 江璐一脸习惯地笑着问 顾老板真大方 就不怕投资失败吗 他语调认真说 只要宋玉开心了 就不算失败 众人当即起哄 发出一阵意味深长的笑声 纷纷叫着我的名字 连空气都变得暧昧起来 晚风将我的裙脚 吹向沈青旗 我后退半步 在他微微泛白的脸色中 转身离开 下次再见 不用特意来打招呼了 聚会结束后 我和江璐一起坐车离开 在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时 对面驶来一辆一模一样的车 恍惚间 我从半开的车窗 看见里面坐着两个女生 一个疲惫轻柔鹅角 一个闭眼靠着车坐 微正过后 我连忙回头去看 却发现早已没了那辆车的踪影 江璐翻完新的剧本 问我在看什么 隧道即将结束 前方逐渐亮起来 我轻轻摇头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 大家在讨论沈青旗 裴野和苏静怡之间的关系时 也曾小声感慨 我和江璐 按照校园剧中的故事 他们俩也算是艾尔格德的女配了 苏静怡妥的女主呀 我笑着凑过去问 是吗 那这个故事未免太过狭爱 世界那么大 人生那么长 没有谁是谁的配角 包括正在讨论我们的你也是 毕竟 我们本来就是自己生命里的主角 何须做别人故事中的配角 完结洒话